普里镇有一位民众陈万来 无视自通在闲暇之雨 利用农用的黑色织网进行油漆彩绘 目前已划满种长300公尺 包括卡通人物、南美丛林 以及非洲沙漠各种的动物 布置在住家的周围 让造访的亲朋好友与游客为之一亮 现在带您来看看 油漆师傅陈万来 18岁起靠油漆工北上打拼养家糊口 一做就是45年 直到四年前退休 拿起画笔、随性、以本版作画 没想到浴画愈有心得 干脆利用废弃不用的农用黑色织网 进行油漆彩绘 入国的民众都以为是 当地社区转成型艺术家创作 没有想到是五十字通的尤其是绘画创作 也感到相当新奇 陈万来表示 以农用织网进行油漆彩绘 较为废实 也比较需要有耐心 他创作的题材都是以动物居多 想要营造社区丛林的气氛 让游客看到桃米社区不一样的面貌 我回到这里就是 家伙我说美方 我们这个村来 就画一些动物 我说美方做一个动物村 美术动物村 所以我都画广不少 我就用蚝蚪 我这些没有表画 就画自己先用蚝蚪去画 然后刮起来 我们争年比较老 蚝蚪的画比较香 比较麻烦 它粗粗 阿姆里边是柔柔的 粗粗就要 剩下来让它搭 再沿一屎 一屎一屎一屎 慢慢沿起来 它的素水更慢 素材更慢 更耗大 困难堵在这里而已 目前陈万来已经画满三捆黑网 一捆一百公尺 种长三百公尺 乃热是不疲 欢迎大家到桃米社区游玩时 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位 素人画家创作 可说制作无声的动物园